中国的父母对子女一向都是讲究无私的奉献 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教育的机会将他们抚养成人之后 结婚嫁娶还得出钱出房又出力 没工作不要紧父母养着 按理说父母为孩子付出了如此之多 原本应该得到孩子最多的尊重和敬爱 可事实上呢 对父母的这种无私付出 子女更多的视为理所当然 而只要父母稍不顺着自己的心意 他们便会埋怨憎恨父母 甚至痛下杀手 2016年11月30下午4点20分 北京市公安局石井山分局卢谷派出所 接到报警电话 一名男子称他在家中将母亲杀害了 民警随即询问具体情况 可报警人却拒绝回答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公安机关又接到卢谷社区某局委会的报警电话 说社区里的韩某反应 他的哥哥把母亲杀了 民警立刻综合多方线索找到了案发现场 很冷静的就迈过去 没有碰一下然后到局委会去说 我哥哥把我妈妈杀死了 案发现场在石井山区某小区的一套两居室内 民警将在场的一名醉酒中年男子控制 随即发现在卧室门口 一位老人浑身是血倒地不起 他的身上有一把长13厘米宽2厘米的刀 地面上还有斑斑血迹 急救医生赶到后 经查老人的躯干有外伤 胸部有凝固鲜血 面部有瘀伤 心电图显示 老人心事停泊 已经死亡 母亲的这个讯号上扎了一刀 经实检鉴定 老人戏被他人用刺器刺激胸部 入胸腔刺破心包 伤其主动脉 只急性大出血死 我们也考虑了 就是毕竟有女子关系 经过调查 老人姓白 79岁 凶手正是他的大儿子韩斌 那么韩斌为何如此残忍 对亲生母亲下次毒手呢 血脉亲情之间 为何会发生如此残暴的恶性案件 在调查中 办案民警发现 案发后被害人的大儿子韩斌 和小儿子韩某 对母亲的死都显得异常淡定冷漠 他们甚至没有悲痛 没有眼泪 没有人看看母亲的情况 那么这是怎样一个家庭 79岁的白某 为何会惨死在亲生儿子的刀下呢 现在开听被告人韩斌是吗 是 还使用过别的名字吗 没有 被告人韩斌 今年50岁 北京市西城区人 初中文化程度 补钱无业 1993年12月 因妨害公务 被判处拘役三个月 2006年5月 因犯寻信滋事罪 被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2006年9月4日 刑满释放 2016年4月 又因殴打他人 被北京市公安局石井山分局 行政拘留7日 2017年6月9日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韩斌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治人死亡 应当以故意伤害罪 追究韩斌的刑事责任 你跟你母亲相似的好吗 好 有过矛盾吗 没有 吵过架吗 吵过 为什么事吵 就是家庭所事 然后我就动手打我母亲了 怎么打的 用手 打他哪 嘴 跟脸 这起案件 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带着种种疑问 近日 记者来到了案发地 进行走访 十几年了吧 他们是 我把那个 记得 我把这事发生的 还得了 我把那事 在家庭上 与你 备好了 等会 我拿来 就 我 这事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母亲的三千多块钱的退休金 然后呢她每个月她母亲给她一千五百块钱 我说那你父母养着你一个月就给你一千多块钱 那你够花吗 你想不想买什么别的东西啊 她说我不想 我说那你想不想结婚呢 她说我也不想 没想过 那你想不想要孩子也没有 寒冰母亲的退休金几乎都供两个儿子花费 老人自己却过得非常解决 曾有邻居看到 她去垃圾桶里捡吃的 按常人的理解 韩冰依靠母亲过国更应该好好孝敬母亲 可是案发当天 她被和残忍的殴打79岁的老母亲 甚至动了刀呢 这对母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午我买完饭做完饭以后 我就坐那喝酒 我母亲吃完了我就坐那喝酒 一直喝几点我也忘了 我也不清楚了 然后我就动手打母亲了 然后可能就上厨房拿着刀吧 为什么要去厨房拿刀啊 我也不清楚 我空白了脑子 什么样的刀啊 就是一个小水果刀 我就不太记得是不是扎了 不太记得是不是扎了 反正肯定是扎了 我母亲死肯定是我造成的 我认罪了 就是我母亲就上大屋里 就是母亲在个儿来的 就是拨领子了 就是拨领子 这个时候你母亲什么反应了 我不太清楚了 就是她上哪去 就上大屋跟我弟弟争执吧 然后我母亲就在地上屋里 在采访中我们注意到 韩家母子三人的关系非常特殊 庭审当天 当检察官和法官提起 韩斌和他母亲的关系时 韩斌也经常以记不得 不清楚来回答 那么在案发前 韩斌是怎样对待母亲的呢 庭审中 韩斌供述自己的所犯罪行 令人发指 那么这些年来 韩斌与母亲的关系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他是老师 他应该怎么那样 老有时候 哎呦 他儿子在那 哎呦 那个我们打的打的那个 打的那两个就在那 我在窗户那 我跟你说在窗户那 打的那两个车中间 咕咕咕 哎呦 拿脚踹 哎呦 打他妈妈那时候晚上 就给他到那个老家肉饼 待一宿 有人排出所待的 但他也不告他儿子 他也不说他儿子不好 有邻居向公安机关提供证言 2016年11月27日上午 也就是案发前三天 韩斌的母亲脸不瘀青 额头贴着胶布 精神状态很不好 老人说话有气无力 步履蹒跚 邻居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说是自己摔的 韩斌的弟弟也为此 常去居委会告证 说哥哥殴打母亲 但是每当工作人员询问 老人都不承认 他始终默默隐忍 绝口不提 案发后 法医的尸检报告 证实了邻居们的说法 韩斌母亲身上 有长期遭受虐待的痕迹 尸检报告显示 韩斌母亲尸体的进步 上肢 四肢等多处部位 都有陈旧伤口 能够和其他的那些证据 所印证上 应该说是有一个 殴打和虐待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 韩斌为什么对青生的母亲 如此残暮 案发当天 又是什么事激怒了他 竟然对母亲动了刀子 难道仅仅是因为 酒后失控吗 庭审中 当公诉人提起作案细节时 被告人韩斌说的最多的就是 后边的事情我也不太记得 我不太清楚了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了 那么案发时 韩斌是否处于醉酒状态 韩斌一般是从下午一点钟开始喝酒 喝到四点 五点就喝晕了为止 据调查 案发当天 韩斌像往常一样 从下午一点到案发四点 三个小时一直都在喝酒 侦察员在现场勘察时 还找到两瓶二锅头 我不知道这个被告人平时他的酒量怎么样 那么酒后他的行为表现是怎么样 但是结合他的行为表现 我觉得这个酒精在这个案件的发生里面 也有一定的促进这个催化的作用 案发后 民警对韩斌进行了酒精检测 结果显示 他的血液中的乙醇含量 为每百毫升 225.9毫克 用要钱 给他买酒 让他妈 给他妈妈买酒店 他妈这个 用的包 这个上面小户给他买酒 除了你母 你和你母亲之外 还有别人也住在这个屋子里吗 原来有我父亲 跟我弟弟 你弟弟有工作吗 没有 你弟弟也没有工作 那他有收入来源吗 我不清楚 那你们这个兄弟二人 都是靠母亲吗 我不清楚 你母亲的收入来源呢 退休会吧 那你钱是从哪来啊 管他要 对 他给你 对 每个月给你多少钱 一千五 一千五 就是生活费 够吗 不是 我跟我母亲吃饭的钱 案发后 韩斌家更换了大门 记者多次努力 也没能联系到韩斌的弟弟 邻居们也说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审查起诉的过程中 我们一直想联系 他弟弟 但是也没有联系上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韩斌与弟弟同住一个屋檐下 兄弟俩却从来不一起吃饭 因为弟弟 曾经因为阻止韩斌 虐待母亲 被韩斌打伤过 拘进去了之后 然后他母亲就让他弟弟躲 而对于韩斌来说 他认为母亲偏心 他呢始终有一个心结 他觉得他母亲对他弟弟比对他更好 什么样的家庭琐事 就是因为我弟弟 就是老不干活 你弟弟老不干活 你弟弟老不干活 你为什么跟你妈吵 我妈老向上他 你以为什么事偏向他 反正他就是有矛盾 你妈向着他 你觉得你母亲更偏向他 所以你跟你母亲吵架 除了吵架 你跟你母亲动过手吗 动过 怎么动的手 打腿了 打过几次 三次次了 打完了之后 他有什么反应了 没有反应 他离家出走过吗 没有 出去躲过你吗 那我不清楚 每回都是喝完酒以后的事 你喝完酒之后 有没有邻居或者聚会来调解过呢 我不记得 庭审中 公诉人认为 韩斌只是拨打了报警电话 有自首情节 但是因为韩斌 有长期虐待母亲的行为 所以不建议法院 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那么法院最后会如何定罪量刑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举证治证 公诉人当庭出示被告人 韩斌弟弟的证言结录 韩斌去北屋就是管老太太要钱 骂老太太 经常是这样 案发当天去北屋 肯定又是打老太太骂老太太 我大哥和我母亲关系不好 从2008年 我哥回来和我们一起住开始 他老骂我妈 向我妈要钱 后来越来越厉害 又打又骂 大概是三天就得回来闹一次 韩斌每次打骂我妈 我都拦着 我一拦韩斌也打我 后来我妈不让我管 最后我也管不了 也不管了 我爸活着的时候 韩斌就骂我爸妈 向他们要钱 我爸妈每个月给他1500块钱 他拿钱就去天津 去天津哪我也不知道 庭审中 面对公诉人 及主审法官的询问 被告人韩斌 始终面无表情 避重就轻 甚至多次表示 他与母亲的关系很好 现在在这种重刑案件中 我们一般会比较多的使用心理测试 就是我们常说策划 那我们技术部门能说 这种情况不用心理测试 这要心理疏导 他这是一个伤害的东西 王小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 通过庭审 他对韩斌的作案动机进行了分析 王小伟认为 此案因为生活琐事引起 被告人韩斌长期虐待母亲 最终在酒精的催化下 导致了命案的发生 没办法再融入到这个社会 那就只能陷在自己的 这个怪圈里边恶性循环 他还需要有一个情绪发泄口 那他唯一情绪发泄口 是他弟弟和他母亲 如今韩斌深陷流 但是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作为儿子 他对生他养他的母亲 多么残酷无情 滥发后 被告人也表现出 极大的惭愧和内疚 并又悔改表现容易改造 坑庆何以听 对被告人重新减评处罚 对造成这样的悲剧 被害人在教育子女方面 已有一定的责任 您能减轻被告人韩斌的处罚 本案被害人不存在任何的过错 韩斌所谓的母亲对弟弟的偏袒 那么并不成立 并且在被害人死前 曾经长期的遭受被告人的殴打 那么这种殴打 相信已经可以被评价为一种虐待的行为 只不过被害人白晓明 出于对儿子的这种袒护和爱护 或者说溺爱 不愿意把他的行为公之于众 或者告知司法机关 对韩斌去进行处罚 那么也恰恰就是这样的结果 导致最终惨剧的发生 对这个案子处理 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你现在可以发表最后陈述意见 没有 我就是想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我能不能拒绝